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平安 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寂寞 寂寞 我们祷告 在这复活 复活节 我们想到耶稣基督 在十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耶稣不只为我们而死 更重要的 也为我们而活 在这个世上 我们有痛苦 但在耶稣基督里面 复活的耶稣基督 我们有平安 让我们以感恩的心 以谦卑的心 我们展开我们的心 好 让在这个复活的一天 透过今天的崇拜 我们求主的圣灵充满我们 让我们在崇拜中能够与主相遇 能够经历主复活的大能 敞开你的心 敞开你的心灵 你的鼠灵的耳朵 注目 看耶稣基督的实讲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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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会众站立,我们一起来诵读今早上的宣招经文。 第六到第七节,这是上帝的话语,感谢上帝。 弟兄姐妹平安,耶稣基督复活了,Amen,请你向左边右边的朋友说耶稣复活了,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知道,我已经属在活着,它是荣誇的主, 当我在神谷迷失时,它领我走着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它是荣誇的主, 当我在旷迷入都市,它伴我做我的灯。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幸福在犹豫。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在沉睡。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在沉睡。 请祷迷失时,它离我走着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它是永远活着,我灵不在沉睡。 孤独是 祂帮我做我的 那我们先告 我知道我里救赎者永远活在 我幸福再有你 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 临受祂的丰盛之爱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在 我明不再沉睡 当号召响起的那一天 我将见祂愿的思念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在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在 我幸福再有你 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 临受祂的丰盛之爱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在 我明不再沉睡 当号召响起那一天 我将见祂愿的思念 因祂活着 我能面对明天 因祂活着 生才爱子 不再知他 不再知他 我甚至大 他在我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祂活着 神才爱子 神才爱子 忍着祂耶稣 尽快乐 他去下爱 旁踪 ül 须着实力复化 是我的自由 能空缝破その 这是我们的救济号 那我们先告因祂活着 因祂活着 耶稣基督是活着的神 我们面对明天 因祂活着 我们不会再惧怕 不再惧怕 我甚至当 祂藏光临见 生命充满的希望 指定祂活着 因祂活着 你相信吗 耶稣是活着的神 我们不再惧怕 他战胜的死亡 因祂活着 不再惧怕 我甚至当 祂藏光临见 生命充满了希望 指引祂活着 让我们的宣告 生命充满的希望 生命充满了希望 指引祂活着 最后一次大声的宣告 给我们的声音 生命充满了希望 指引祂活着 是的耶稣基督 独一真神 我们谢谢祢 我们谢谢祢 祢赞胜了死亡的权柄 复活了是我们永生的盼望 我们谢谢祢 我们要告诉祢 我们相信祢 我们相信祢是独一真神 祢是我们的君王 我们要把这首歌献给祢 告诉祢 我们相信祢 我们爱祢 谢谢祢 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们 让我们唱给我们的耶稣听 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 等有祂为我 生命能无能进天国 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 他好担爱我 他一直来换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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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神灵是我的阿 为这 他死时 通在温柔的前应我 我相信 我相信 神灵从万里好 我们有信物 只是我们有信物 也许 我相信 我相信 这 圣灵 他开心的 来接受 选择着 圣上好的 福分 无回头 我相信 我相信 我的生命 已不同 一路上 有祝福的 陪伴我 永远不离开我 我相信 耶稣是我的好朋友 他为我 生命是我 感激 结果 我相信 天父是我的 阿爸父 他好疼爱我 他一直来安慰我 我相信 生命是我 地安慰着 踏实实 同在温柔地牵引我 我相信 生命充满美好 精华 以神经白衣 活出最美的旨意 告诉我们的天父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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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生命已不同 我的生命已不同 我相信 他还要求 他爱我 我相信 永远不离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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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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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偃失了 最爱我们 就是你了 阿爸父 谢谢你 在十字架上 承担我们 每个人的罪过 因为你知道 ều要受服神 因为你爱我们 你在十字架上 说了 成了 祝我们要敬拜你 我们这些不佩得的 谢谢你为我们 戴上圣洁公义的冠写 此时我们要来福福敬拜祢 全能的真实 真假 哦荣耀 分后祢荣耀降临 无福放下我的万元 从心底伸出尽拜祢 红节 哦圣节 可慕祢圣洁降临 主国充满你的殖民 我们手造为敬拜祢 神剑和荣耀 不停献上都会真身高扬 手造为敬拜祢 都会约束永恒君王 荣耀 哦荣耀 荣耀 哦荣耀 等候祢荣耀降临 付福福放下我的冠冠 从心底伸出尽拜祢 神劫 哦神劫 可慕你神劫降临 祝我充满你的致命 我们收藏为敬拜祢 神劫和荣耀不停献上都会整身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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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服服 敬拜 荣耀祢 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荣耀都归祢 能力都归祢 耶稣祢命 超过世上的万里 天上和地下 所有所造的 都要服服 敬拜 荣耀祢 圣洁和荣耀 圣洁和荣耀 不停线上 都归真身高养 崇赞和哀态 都归耶稣 永恒祢命 圣洁和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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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线上 都归真身高养 圣洁和荣耀 都归耶稣 永恒祢命 都归耶稣 大声的宣告 都归耶稣 永恒尽 慈悲的天父上帝 正的主一切荣耀 都归给祢 祢是圣洁的主 祢是神高养耶稣基督 为我们来到这个地上 为我们而死 而在今天主 祢已经为我们而活了 主 我们要献上我们的赞美 我们的献上 主我们荣耀的神 我们感谢祢 我们赞美祢 我们也将主我们的身体 再一次的 主来献上当作活祭 恳求天父上帝 祢在今天的复活节 在今天主当我们纪念 我们再一次的来庆祝主 祢的复活的时候 恳求主 祢复活的圣灵 充满我们每个自己 让我们晓得 我们每个自己 我们有复活的主 又真 又活的上帝 在我们的里面 因此 当我们今天活着 我们不在我们自己活着 但是有主耶稣基督 复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 谢谢祢天父 求主祢圣灵 再次的来检查我们每个自己 主 我们想起主 在当年你如何的来问 彼得 彼得如何的对你有信心 对你那么的热心 主啊 但是当你被抓捕的时候 主 那位热心的 那位自认他有信心的 要为主而做一切的 都去了哪里 但是主 祢是无所不知的上帝 祢知道他的心 祢知道 清楚我们每个人 对祢的心 在这里 在这里 主 透过祢的慈爱 祢的怜悯 祢的怜悯 祢每天 每时每刻都给我们机会 祢每时每刻都问我们自己 祢爱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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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向我们每个人说话 我们今天活着 不在意我们自己了 你已经救赎了我们 我们是属 耶稣基督的 耶稣基督是属于我们的 主啊 主啊 这时候啊 主 恳求主圣灵 检查我们 触摸我们 让我们主能够真正地 爱你 真正地主 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 能够活出复活的生命 求主恩待 求主赐福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愿意的主 奉献我们自己 我们愿意的主 为主而活 但是很多时候 主 我们知道 什么是好的 但是我们所行出来的 都是 不合你心意的 我们软弱 我们无助 我们知道你的真理 但很多时候 我们行不出来你的真理 主啊 求你 复活的灵 充满我们 复活的灵 帮助我们 天父啊 我们今天在这里 主 我们再一次地 充满希望 还有喜悦主 你的复活 主啊 我们要感谢你 因为你的爱 你已经赐下了 你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 也在十家上 为我们的罪而死 主啊 并在第三天 复活 为我们带来 永生和救赎的盼望 主啊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让我们心 充满感恩 和赞美 因为您的大能 使耶稣从死里 复活了 证明了你对 祂的应许 是真实的 是可信的 愿我们的信心 因主你复活的希望 而更加的坚固 让我们的生活因子 也得以更新 和改变啊 主啊 求你带领 我们每个人的 心事意念啊 让我们能够 深切地领悟到 复活的意义 愿我们在每一天 都活出复活的力量 在每一个时刻 都经历 祢的恩典 还有主 祢的慈爱 主啊 求祢的圣灵 充满我们 使我们能够 以基督的爱 去爱人 以祂的真理 主去引导 走向主 祢的真道的生活的里面 主啊 在这个复活节 的日子里 我们也 纪念那些 在世界各地 因信仰而受 避害的人们 求天父啊 你保守他们 他们因主 福音的缘故 因扩展主 你在地上的国度 就受了逼迫 受了欺负 等等 求主 你驾驭 给他们有力量 有信心 有勇气 愿主 祢的平安 和安慰 临到他们 并让他们 因您的名 而得到 安慰 和盼望 主 父啊 我们也愿意 将我们今天早上的 复活节的崇拜 是我们要完全地 交托 与主在祢的手中 再次的主 让复活的信息 复兴我们 眺望我们的信心 求您的生命 祢的复活的生命 来充满我们 每个自己 让我们在崇拜中 能够与复活的主 来相遇而受 再跟复活的主 能够经历到 祢的力量 祢的大能 祢奇妙的周围 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 感谢天父上帝 谢谢祢 主啊 感谢祢的慈爱 愿祢的名 得着荣耀和尊崇 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 如此地教导我们 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多尊 祢的名为圣 愿祢的国降临 愿祢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全病荣耀 全是福德 直到永远 阿们 弟兄姐妹们 主已经复活了 大家回答 祂复活了 祂复活了 主已经复活了 祂复活了 主耶稣已经复活了 跟我们的左右 我们跟他们讲 主已经复活了 跟他们握个手 跟他们说 主已经复活了 感谢主 赞美 荣耀我们的复活的主 我再次欢迎我们弟兄姐妹们 来到哀家北 请问 那么在我们的当中 有没有第一次 来到我们的当中的 有没有第一次新的朋友 都是新的 因为有耶稣基督 阿们 新的生命 感谢主 我在今天有几项的 家世的报告 请大家注意 第一项的 我们都很期待的 我相信还没有报告 有些人开始问我 传道你们什么时候 要去巴丹岛 我们很快就要去了 但是我们有一个使命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有巴丹岛的一日游 这个也是我们在今年的最后的一个外展的活动 四项的最后一个 不是今年 我们还有很多我们要做的 所以我们的大主题就是 与爱有乐 那么有意的弟兄姐妹们 可以在今天报告吗 今天开始报告 报名 不是 所以如果大家 你想要更了解 你可以打这个上面的 这个电话的号码 或者你们可以问一下 因为这个是小组来带动的 来主办的 可以问我们的这个 Meline姐妹 她坐在后面 或者我们的整桥 弟兄 可以问一问他们 主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日游 我们能够带新朋友 新朋友 能够一起的 去到这个巴丹岛 在那边呢 我们有什么的活动 怎样的活动 肯定就是有福音的活动 在那边 除了福音的活动呢 我们还要做什么 去了巴丹岛要做什么 吃饭 不吃饭没有力量 我们会去那边 去shopping 去购物 去走走 去团企 去吃海鲜 这些等等 其他的不用讲 你们自己知道 你们能做什么 弟兄姐妹们 所以我们鼓励大家 我们从今天开始 你就要想找你的朋友 那些还没有信主的 你想让他信主的 你要祝福他的 你带他去 所以可能有些人 问我们 我们会有可以去吗 可以啊 就是要鼓励大家去 但是呢 但是有一个条件 因为我们要达到 我们的目标 这个是外展的 要邀请你 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一起去 好吗 鼓励大家 我们参加 早一点 能够报名 就有什么 早鸟的这个价钱 八十元 过后就是一百元 第二项呢 就是我们 2024年的 祝福的四驱日 我也是 我也是听到了 有一些的小组都想 哇 全部啊 他们 很有兴趣 他们要参加 那么我们 可以 可以赶快的 可以报名 就是在 4月21日 一点半到 3点15分 我们将 做这个 捡垃圾的 这个工作 就是在我们 四周的 这个市区 我们捡垃圾 来祝福 我们的 这个市区 还有第三项的 就是 4月份的 这个圣餐 我们 4月份的 圣餐 不是在 第一周 而是在 第三周 第三个 星期 请大家 注意 这个呢 是因为 我们的 教母们 他们有参加 这个三亿年议会的 牧师的 这个 推修 营会 就是在 7日 当天 3日 3日到 7日 4月 3日到 7日 我们要 纪念他们 也为他们 祷告 还有 第四项的 就是说 他们因为 参加了 这个 退修会 那么他们 就不会 再教会 那么如果 大家有什么 需要的 可以找 找传道 或者找 我们的领袖 杰恩 姐妹 如果有需要的话 还有最后一项 就是我们的 season parking 今天是 最后一天 那么如果 你有车 你想要报名 你赶快地 报名 让我们的 office 知道 那么我的 报告 就到此为止 这时候我们 预备心 我们来 奉献 我们先 再次在神的面前 一起来祷告 慈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 主 你的祝福 你的恩典 是够我们用的 你赐福 我们不只是 我们的肉体上的需要 更是主 我们灵命上的需要 因此的主 这个时候 我们愿意的主 把你赐给我们的 金钱的一部分 奉献于你 我们恳求天父上帝 你赐福 让这些的奉献主 能够用在你的事工上 感谢天父上帝 主啊 求你也纪念 我们每个自己 因为我们甘心 乐意的来奉献 求你亲自的 继续的赐福我们 并且使用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 主我们能够的 以其他人 那些有需要的人 来奉献 来成为他人的祝福 这样我们相信 主你就依然的 继续的会 赐福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的 更加的丰盛 好让我们也能够 丰盛 其他人的生命 感谢你 祷告奉 耶稣基督名求 Amen 请回动 我们敬前来 我们奉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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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样的 到头来其实是不是 有没有过这种经验 有啊 让我给你们看一个视频 OK 我那个video 不要start先 等一下 OK OK 你们的这个 眼睛转向这个视频 OK 我们可以start 来 谢谢 好好的看 我会问你问题 OK Stop Thank you OK 你们当中 你可以举手 你们当中 有多少人 可以看到 这个小小的白色的球 是在这个大圆圈 周围转的 就是这样转 转来转去 有没有人 有没有 敢敢举手啊 不然你看到什么东西 这个没有trick question 没有诡计的 这个 就是你看得到就是看到 看不到就看不到 有没有 看得到吗 看到什么 看到圆圈 对吗 圆圈 如果我跟你说 这些一个一个的 那个白色的球 是直线走的 你相信吗 你相信我吗 不相信 牧师的讲的话 不相信 开玩笑啊 我给你再看 OK 可以 来 拨下去 谢谢 看看 慢慢的看 慢慢的看 变色 他说 一粒一粒的球 是 平直线走的 给你看 怎么样走 OK 有没有看到直线走 等一下给你看 一粒一粒怎么样走 OK 一粒一粒的那个球 加下去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明显 看一下 直线走 这个是一个timing 有没有看到 就是这些线拿掉的时候 你眼睛所看到的 以为就是说 它是从周围走 其实它凭这个直线 每粒球都是凭直线走 OK 可以了 所以有这个问题 见到就一定相信 见到就一定相信 朋友们 生活中有一些事情 即使我们可以用眼睛 看到他们 也并不意味着 我们对他们的假设 是真实的 例如有一天晚上 如果有一些青少年 来敲你的门 企图向你出售冰淇淋 有没有过 有啊 我很多 OK 他说每块冰淇淋 就是一盒 一盒冰淇淋 卖你15元新币 你看着他们 发现他们穿着 非常旧的衣服 穿着拖鞋 然后他们告诉你说 我们的家中很贫穷 需要一些零钱来上学 所以才会这么做 你会相信他们的故事 是真实的吗 有没有人买过 其实我也有买过 有啊 有人买过 可是你可以如何去验证 这个是否是真实 或是虚假 原来真的是有 这样的一个团伙 在外面活动 他们利用这个社交媒体 来吸引一些青少年 参与这项 所谓企业 他们以每块冰淇淋 七元五角 的价格 卖给这些青少年 然后他说 他们鼓励这些青少年说 你穿一些 比较破旧的衣服 穿着拖鞋 编造一些很可怜的故事 然后企图以15元 一盒的这个冰淇淋 的价格 出售给一些善心的人士 你们买过的就是善心的人士 可是被骗了 这样一来 他们就可以获得 100%的这个利润 人们是怎么样发现的呢 原来这些青少年 他们在这个社交媒体上 炫耀他们通过 这种不诚实的手段 收集了很大量的这个现金 他们拍摄那个视频 给别人看 所以看得到 并不总是等于相信 或者说某件事情是真实的 另外一方面 生活也是有蛮多事情 就是说我们无法用 这个眼睛看得到 可是我们仍然相信 比如 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相信地球是圆的 有没有 其他人呢 谁相信地球是平的 有没有 有没有 几手啊 有没有 这个世界上有人相信地球是平的 蛮多的 而且是非常成功的人士 那我问你们多一句 你们为什么会相信地球是圆的呢 你们有看过吗 你们用眼睛看过吗 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去过太空 有没有 那么你们怎么会相信 为什么你们会相信说地球是圆的呢 即使你们没有亲眼看得到呢 因为就是说那个 尼尔 阿姆斯 特朗 好像这些导航员 这些勇敢的导航员 曾经他们看得到 所以他可能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健身 对吗 所以我们相信他们 因为如果我们看见那个NASA 那个国际空间站的时事视频 现在你可以去那个网站去看 这个是时事的视频 可以看得到地球 可以看到就是圆的啦 就是可以看到地球的这个区率 对吗 区率 而且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地球是圆的 这有它的道理 就是说如果你看一艘船 有没有看过一艘船 他们驶向这个地平线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的那个桂杆 还有那个帆 会慢慢地好像沉下去这样 有没有看到到 那只有在地球表面 有区利的情况下 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即使圣经 几乎也隐含地同意说地球是圆的 比如在创世纪中的 创造计 它记载说地球起初只有什么 起初只有什么东西 水啊 只有水对不对 而悬浮在太空中的水 始终会以球形存在 因为这是有水分的这个表面 张力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不见 可是我们相信 对吗 有些时候我们看得到 可是东西不是真实的 或者至少不是我们所相信的 那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步道文本中 我们将会讨论到这个看得到 和信仰之间的这个关系 我们可能看到了某些事情 但是我们怀疑了 我们可能看不见 但我们被要求来相信 今天我们将要看这个约翰福音 第20章第24到第29节 那这段经文呢 讲的就是耶稣和这个多玛 Thomas的对话 那很不幸的是呢 就是这个多玛 因为这项这个经文 被带上了这个多疑的多玛 这个带号 这个绰号 那让我们来读一读 第24节 要一起读吗 一起来 那十二个门徒中 有称为迪土玛的多玛 耶稣来的时候 他没有和他们同在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 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多玛却说 我非看见他的手上的钉痕 用指头探入那钉痕 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 我总不信 过了八日 门徒又在屋里 多玛也和他们同在 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 就对多玛说 多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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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主 我的神 耶稣对他说 你因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 有福了 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让我们来一起祷告 是的主耶稣 我们并不总是 这么容易地辨认你的到来 愿你向我们来显现自己 在白饼的时刻 与我们相遇相会 你对你的爱 来点燃我们沉重的心 并让我们宽信 潜行 奉你的名祷告 这段经文的背景 当然就是耶稣已经复活了 对不对 那就是背景 这是基督教 这个历史上 其实是最重要的里程碑 最重要的 不是圣诞节 这个是最重要的 OK 因为它是 它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就是它改变了 这个门徒们 对耶稣的一个看法 还有一个反应 以及后来对信仰的 这个反应 那复活 使门徒们 不得 不去回想 那耶稣过去三年半 跟他们分享过的一些事情 和他们一起做过的一些事情 但这个顿悟的时刻 使他们许多人会感到 极大的这个程度的谦卑 因为那时候他们终于 他们明白了 他们终于 意识到上帝强大的这个计划 以及他的牺牲 还有延迷 那我们可以在 较早的经文中 如果你有读到的话 你们可以读到这个 这个玛利亚 玛达雷纳 是第一个 第一个在星期天的第一天 在星期一的第一天 就是周日了 发现空坟墓的人 玛利亚他然后告诉这个 门徒彼得 还有门徒这个约翰 那彼得约翰呢 所以他跑到这个坟墓 他看到那里铺着这个麻布 和整齐的 这个叠放着的这个 脸睛 他们心里在想 要么就是一群人 把耶稣的身体带走了 要么就是发生什么 另外一回事情 什么其他的事情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 强匪 这个匪徒或者小偷 肯定不会把这个脸睛 整齐的放 别放 对吗 你偷了 偷走了一样东西 你还会去放 别放吗 别放一样东西 不会 除非他们有这个 截壁阵 对不对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第八节 几乎暗示 这个约翰 是第一个意识到 耶稣已经复活的人 彼得是对发生的事情 感到疑惑 直到后来 在钓鱼的那个遭遇中 他才意识到 耶稣其实已经复活了 与此同时 玛利亚回到了空坟墓 他站在坟墓外 他哭泣着 他认为一群人 偷走了耶稣的这个尸体 耶稣随后 他显现了 给玛利亚 然而玛利亚 非常的震惊 但也同时 他也感到安慰 感到欢喜 耶稣告诉玛利亚 说你去告诉其他的门徒 说他已经复活了 所以他跑回家 立刻告诉他们 说我已经看见主了 我已经看见主了 所以你想想看 根据这个福音的记载 耶稣复活后 首先第一个人 显现给的人是男的女的 女的 对不对 是一个女性 玛利亚 那这个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小细节 为什么呢 因为正如一位 这个圣经学家所描述的 他说在一世纪的犹太文化中 妇女的证言被认为 大多数就是被认为毫无价值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要想说 为什么这个约翰 要把这个细节放在里面呢 除非这个真的发生过 除非这个真的是一个事实 所以让我们来考虑一下 如果复活 只是基督教历史中的一个传说吧 使徒约翰他会指出说 当时是一些男性 男性的门徒 他发现了空坟墓 这样对于这个 一世纪的犹太人来说 这将可加可信 更加可信 但那不是事实 因为福音 是关于真相 对不对 而事实就是玛利亚 她是第一个看到复活的主 我很喜欢历史 在高中的时候 我选择了这个历史课程 然后在大学 我选择了主修这个政治学 也是跟历史有关的 之后我攻读了这个 神学 硕士学位 也学习到了 这个基督历史等等的内容 所以可以说 我几乎一半的人生 就是投入到历史研究的当中 运用各种的方法来辨别 这个历史记载的实施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对于我自己本身而言 复活的一个主要的证据 证据的所在 就是约翰福音 他强调了 耶稣首次显现给玛利亚 其他的福音书 他也强调了 不全是玛利亚 还包括了这个 约亚纳和雅各的母亲 玛利亚在内的一群妇女 他们也是先见到 耶稣的几个人 都是妇女 你看在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下 这些作者通过加入这个细节 他们其实加入这个细节的时候 他们冒着危及自己的故事 以及危及自己的生命的风险 而加入了这个细节 为什么 因为那些犹太人 当时他们如果读到的话 他们会非常的生气 为什么你会加入这个细节 说妇女是第一个见到耶稣 然而他们必须要这样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事实 对吗 他们更怕神 过于怕人 我的朋友们 如果你们今天来到这里 考虑复活是否真实的话 我想请你们看看这个证据 众多证据的质疑 并加于考虑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需要我们多多的来考量 或者我应该说 在你们的生命当中 它才是最重要 要考虑的一件事情 比你们的企业 比你们的职业 比你们的学业 比你们在下一个度假的时候 要去哪里更加更加的重要 真的 因为如果耶稣真的已经复活了 那这对你和我都有很重大的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这意味着 他对门徒所说的一切的一切 都是真实 对不对 如果他没有复活的话 他所说过的话就是假的 如果他复活了 就是代表说他做过的事情 他说过的事情 是真的 对不对 那这意味着 如果耶稣真的复活的话 那么他就作为胜利者 从十字架上出来了 他已经战胜了罪恶 他已经战胜了死亡 这是为了你和我的罪而做的 这也是意味着 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的话 我们就不必为我们的罪 承担了上帝的公义审谈 耶稣已经为我们付出了一切 更重要的是 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生 死和复活 我们将得到以上帝永恒的生命 因此我认为这是 我觉得我们人生当中 最要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否则我们不知道 还有什么事情会比这个更重要 如果你发现了 比这个还更重要的话 请你来告诉我 我也想知道 好好的考虑这些 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 或者你已经听过了福音蛮多次了 可是你还在考量中 请你考虑到这一点 如果你需要更多人来与你交谈的话 我很乐意地来跟你见 还有传道也是 还有Pastor命令也是 在玛利亚 向门徒宣告耶稣基督复活后 耶稣他去拜访了他们 对不对 他去拜访了门徒们的其中的一家 而且说这个门是锁着的 但耶稣无论如何都进去了 他已经复活了 他的那个power已经回来了 对吗 所以门锁 不当成是怎么一回事 他也是进去 在这次反问中 耶稣向他们问安 说愿你们平安 不止一次 而且还两次 这是重要的 因为复活 他赋予了耶稣的权柄 使他现在能够将和好之平安 带入我们的生活中 所以他说 愿你们平安 只要他们相信 平安就会带入他们的生活当中 这种和好之平的平安 标志着我们罪恶的自我 以上帝的圣洁之间 为敌将做一个结束 这正是保罗所说的 出人意外的什么 平安 在这次的拜访中 门徒也领受了这个圣灵 对吗 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中 将他们应许了这一点 这与无险节的事件 是不同的 我们要搞清楚 这是不同的 因此这个应许 只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 最后一个晚上 当门徒们聚集在一起 时才被给鱼的 由于某种原因 这个多玛他错过了这个探访 耶稣的探访 第一次的探访 的拜访 其他的门徒告诉多玛 有关耶稣的事 他们告诉多玛说 我们已经看见耶稣了 我们已经看见了 他已经复活了 那翻译成希腊文的动词 这个告诉 的语法 是主动的 不完全的 这个时代 这意味着 告诉是一个继续的行动 就是说 他们告诉多玛很多次 因为他们很兴奋 他们很快乐 很高兴 所以他们跟多玛说 说过 很多次 很多次 但由于某种原因 这个多玛拒绝相近 他在第二十五节说 他说 我非看见他的手上的这个钉痕 用指头探入那钉痕 我们自己在他的处境当中 你认为我们会做出同样的反应吗 我觉得会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想 你以一位伟大的老师 度过了三年半的时间 他给了你很大的很大的希望 这是你生命当中第一次感到的希望 而这个不是一个虚幻的希望 当他跟你讲话的时候 当他跟你一起做东西的时候 你感觉到这位老师所说的未来的希望 是真实的 是坚实的 它是事实的 希望有一天事情会变得更好 而你相信他 你与他一起共进 晚餐呢 午餐呢 你与他交谈了数小时 你目睹了他对熊人而被排斥者 表现出如此的大爱 但他请求不止一个身体残缺者 起身行走的时候 你感到非常的震惊 你看到他如何令命 命令一些这个军魔军团 恶魔军团进入一群猪 之后 你与他默默地离开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农民 他们不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只是觉得 这位老师 这位爱他们的老师 毁坏了他们的生意 是的 你与他一起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你相信他就是世界的救助 然后突然间 有一天 就像他突然出现在你生命中一样 他突然间被士兵带走 他受尽了折磨 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没有反抗 他没有输住 以他之前为人们做过的任何一样奇迹 就像他知道这一刻会来临这样 他向死亡屈服了 是的 他死 他就这样死 你所有的希望 你觉得你所有的希望 也已经这样消失了 谁能责怪多吗 谁能责怪你成为一个失望的怀疑者呢 你曾经相信过 当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去的时候 这种信仰被粉碎 现在你说只有在看到和感受到这个丁横的手和被刺 这个毛刺穿的这个泪旁的时候 你才会相信 谁能责怪你呢 如果你这么说 不我们认为 我认为说 我不认为说我们应该责怪多吗 因为我们自己肯定也有过这样的怀疑 这样的一个人 我们都曾经怀疑过 对不对 或者这些 这里有些人仍然还在怀疑上帝的存在 当你发现自己来教堂的原因 是因为父母亲一直带到你来这里的时候 有些人会开始怀疑复活的主 当人们说我们的信仰 只是建立在父母的信仰之上的时候 你开始怀疑你觉得这个信仰不是你自己的 你觉得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你父母亲 或者这个教会中一些成年人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你曾经怀疑过 或许你现在仍然在怀疑当中 有些人因为纯粹的无知 而怀疑上帝是否存在 因为以前从来未有人向他们分享福音 所以他们成长的地方 他们所看到和经历过的事情 只是属于那个世界 他们有认识一些基督徒 可是这些基督徒从来没有跟他们分享过福音 在某些时候 他们甚至观察到 这些基督徒为什么对自己的信仰 好像感到有一些惭愧 不敢讲 或者基督徒的行为 并不像他们所声称的那一样 有些人认为 因为生活中千次万次的小选择 而感到怀疑 感到疑惑 例如 一个人曾经是一个忠实的信徒 他和他的家人一起去教堂 很尽力地培养他的孩子们的信仰 但在某个时候 就是某个时候 也许是因为他选择在工作上 投入更多更多的时间 或者是他因为想在他的岗位上 这个职业生涯中有更大的突破 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小小的选择 他那一天 他选择放弃了以上帝交谈的一个时间 一天 只是那么一天 变成了一周 一周都没有跟主讲道 然后他给自己找了个借口 他跟自己说 你知道吗 现在个人的这个灵修变成很乏味 哎呦 这个牧师讲道就是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不懂 他在讲什么东西 所以我应该停止这些 因为我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 我只要专注在我的工作 偶尔偶尔去一次教堂就可以 可能就是复活节去一次就可以 一次变成了零次 零次变成了永远 所以实际上 我们不可以把多玛当作这个 这个情感上的一个待罪高调 他怀疑了 我们也曾经怀疑过 事实上 我自己本身 好几次已经怀疑 自己是否选择了正确的工作 以前呢 现在OK 所以在讲道 或者在早期以前呢 在基督徒的这个生涯中 我有怀疑过是否真正得救了 有没有 有没有人这么怀疑过 有 但怀疑有些时候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怀疑可以是通往成熟 我们成熟对这个 我们的faith 这个信仰的 成熟的 良好的这个旅程 这个过程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 如果我们毫无怀疑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 就是可能 有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毫无怀疑的话 有时候就是因为 我们没有与上帝有更深入的关系 或者说 我们只是说 就是一直接受了 什么东西都接受 毫无疑问 牧师讲什么 传道讲什么 就是事了 我的领袖讲什么 就是了 不要去想这么多 那也是不是很好的 我觉得 OK 有时候要真的是 要去思考 要有一个洞察力 我的意思是 有些信徒 可能你们有认识 就是只是相信 人家的这个传道 牧师所说的一切 好像说 如果你祷告 没有得到医治 是因为你没有足够的信心 有没有听过 这个是错误的教导 OK 但他们发现 因为他们如果有这个真理 在里面的话 不是真理 这个是假的教导的话 在他们的心里面的话 当他们发现 这个不是真理的时候 他们的信仰会适合 我们更愿意 相信信徒在信仰中坦诚 以表达我们的怀疑 而不是说 假装说 一切都很美好 对不对 但事实并非如此 多玛是这种信徒 他这种信徒就是说 我要嘛就是全盘接受 要嘛就是一无所有 他不是那种可以容忍 一半的时间在信仰中度过 另外一半的时间 在这个世界的世俗中度过的人 他不是这种人 一脚踏两船 他不是这种人 那就是一个船就是对了 对多玛来说 要嘛耶稣就是他所说的那个人 要嘛就不是 要嘛复活已经发生了 要嘛就没有 如果真的发生了 那么他就会准备全力以赴 去传福 耶稣当然 他认识多玛 耶稣知道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问题 耶稣知道他的怀疑 因此 耶稣费心在一周后 向他写写 一周后 你可以想象 在这个一周里面 多玛的心情是怎么样 当其他所有的门徒 他们一直在那边谈论 我已经看到主了 我已经看到主 他在那里面想说 如果他们是对的话 会怎么办 我是不是太固执 但我害怕 我害怕再次相信 所以可能他祷告说 主啊 我相信过你 我信任过你 当你死的时候 我一部分 也随之而是 父主啊 如果你是真实的 让我再见你一次 可以 让我再触摸你 那被钉过的那个手 只要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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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你平安 愿你平安 主耶稣 真的拜访你 主耶稣随后出现 并说 愿你平安 伸过你的石头来 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探路我的泪 不要疑惑 总 表现 我的主啊 我的神 我的主啊 我的神 在那一刻 失望的怀疑者 成为了最坚定的 这个信徒 为什么呢 因为尽管多玛 对其他门徒见证 怀疑过 但他是一个 已经把信交给基督的 基督也是耶稣的人 所以当他看见 他心爱的老师 他心爱的主 在他的旁边的时候 他不由自主的 他充满了崇拜之情 我的主啊 我的神 这段经文 甚至没有说 多玛他去摸了 耶稣的手 对吗 他没有 看到他的时候 我的主 我的神 他不用去 他不用把石头 去伸出去 他就是如此的谦卑 如此的欢喜 见到了主 我的主 我的神 很明显的 多玛受 这个圣灵引导 重新相信 并且这样 宣告 耶稣 这五个词 我的主 我的神 他反映了 弥赛亚的身份 强大的一个真理 他就是万主之主 也就是万神之神 他是甘心腐蚀之下 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的 这个主 他也是征服罪和死亡的神 愿一切愿意 相信的人 并且相信的人 展开了永恒之门 我的主 我的神 失望的怀疑者 现在将他的敬拜 他的崇拜 转向了耶稣 作为了一个 很坚定的一个信徒 而你有没有发觉到 这个不是个很公开的宣告 他没有说 大声说 跟大家一起说 他没有 他是一个私下 私下对万主之主的一个奉献 他开始理解到 也开始爱着 我的朋友们 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某一个时刻 我们可能曾经怀疑过 甚至有些人现在还在怀疑当中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需要 以上帝私下交流的时刻 我们需要那个时间来反思 我们偏差之处 或者我们可以如何 更加的亲近我们的主 我们都需要这个时间 私下跟主的一个时间 我们需要以上帝的相遇 而不是全权因为父母亲 要求我们来教会 我们需要自己发现 并且信圣经所说的是否属实 如果是的话 那对我们的生活 意味着什么事情 如果你今天 你第一次听到福音 我祷告 我祈祷 你会更加的努力 来寻找 你心中的这个问题 这个答案 希望有一天 就像多玛一样 你可以宣告 我的主 我的神 当多玛他亲眼看到 主耶稣的时候 他立刻相信 而主耶稣也没有责备 他说用这种方式来相信 他只是说 他提出了一个 羞恥的 羞恥的一个问题 这导致了一个真理的陈述 他说那没有看见就信 有什么 有福了 有福了 这个真理的陈述 并不是在说那些没有看见 但相信的人 比那些看见 而相信的人 有更好的信仰 不是 耶稣不是说这一点 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 不对耶稣的信仰 是基于客观的真理 这个是个客观的真理 由一长串 这个见证者所证明 他们见过 经历过 并宣称耶稣是主和神 这个是个客观的事实 由数以万千的 这个手稿来支持 这些手稿具有历史 考古学家上可以 可以验证的细节 在他的书当中 他的书名蛮长的 他说 我没有足够的信心 成为无神论者 这本书的作者 叫做富兰克 富兰克 托瑞克 他举例了 他说 历史家 克林海默 记录了59节 59个具体的细节 而这些细节 全全出现 只是出现在 这个约翰福音当中 他们包括了被历史 被考古学家 证实的人民 地民 和其他的细节 这些证据 这些一切 就是上帝的恩典 赐给我们 我们没有 见过上帝的肉身 但是我们可以听到 上帝的话 这有失 也是为什么 圣经说 信仰是通过 怎么样得来的 听 通过听来 到我们的心中 那么如果我们通过 信仰来听 并接受了 耶稣说 我们是蒙福的 我们没有在肉体中 可以看到耶稣 但我们基于其他人的见证 和证识 而相信 因此 我们是蒙福的 那大多数的新加坡人都会问 什么样的福 新加坡人很喜欢问 我们得到一些什么东西 这个福究竟是什么福 我们蒙福的是什么 耶稣指的最重要的祝福 就是拯救的这个恩赐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 比这个最重要的 因为 最根究点 这就是永恒的重要事项 如果没有来自耶稣 复活的真理的拯救的话 我们将永远受到这个诅咒 而被永世的痛苦 我们将无法体验到 任何形式的属灵自由 无法摆脱诱惑去犯罪 也无法向耶稣爱我们一将 来彼此爱对方 彼此的相爱 我们也无法抱有希望 希望有一天说 我们的主 我们的上帝 祂会回来 我们可以以祂一同 永远为王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 这一切都没有 我的朋友们 虽看见 并不总是相信 但不看见 可以相信 耶稣复活 我们可以大大的相信 因为耶稣说 是蒙福 我自己本身 当然没有经验 见过上帝 但我选择相信 我选择相信 不全是为了过去的日子 也是为了未来的日子 就像多玛一样 我相信 耶稣是我的主 我的神 你呢 你也没有见过 你也没有见过 耶稣基督的肉身 可是你相信吗 你真的相信吗 如果你相信的话 那么这个真理 对你现在的生命 有什么改变 今天你回去家中的时候 请你好好的 可能要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 那这个相信 对你的生命 有什么改变 让我们来讲 主耶稣感谢你 已经复活了 如果你没有复活的话 我们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虽未见 让我们相信 因为我们相信 你说我们是有福的 所以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帮助我们继续地来相信 即使我们看不见 对方 前方会发生什么事情 帮助我们来信靠你的心 并在信仰中坚持下去 请你赐给我们力量 每一天都像一个 真信徒一样的生活 并等待 你必定再来的日子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请大家起立 我们选择来告诉我们的神 我们相信 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 祂为我舍命颜护的经历过 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 他好的爱我 他一直爱安慰我 我相信神明是我的安慰者 他世事同在温柔的前面我 我相信神明充满美好几方 一生敬拜祢 我做最好的旨意 让我们告诉我们的神 我相信 我相信 打开心门来接受 我相信 选择这伤好的福分 不回头 我相信 我相信 我的生命已不同 你路上游出来 陪伴我 陪伴我 永远不离开我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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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心门来接受 选择这伤好的福分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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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生命已不同 你路上游出来 陪伴我 永远不离开我 告诉我们的父神 我相信 我相信 最爱我的就是他败富 他看我为宝贵 是的 所以但愿赐平安的神 那就是凭永恒之血 使羊群的大母人 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 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 叫你们遵行祂的旨意 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 行祂所喜悦的事 所以愿荣耀归于祂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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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